记者刘彦池综合报道乐天女孩赴美首站参观 骑球场 图乐天桃园球团提供乐天女孩前进美 5月24日和27日将分别在洛杉矶天使和奥克兰运动的台湾日活动活动亮相 预计在赛前带来精彩表演 乐天女孩副队长飞飞 Yori 戴盈 尹悦 若彤 林湘 团长壮壮首站参观道琪球场 女孩们爆买周边 品 第一次踏上美国大联盟球场 乐天女孩十分 愤 队伍可以容纳超过5万人的球场直呼壮观 也 道琪的历史感到兴趣 细细听着导览员解说 代 表示以前有看部电影叫传奇42号 讲述了美国职 棒球大联盟史上第一位黑人球员 在球场上忍 种族歧视的励志故事 没想到今天可以来道道 球场看到许多关于他的文物 实在感动 在商品 诗新风的林湘大赞 道琪的商品很丰富 从衣服 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实在是开了眼界 他说 包受了不少啊 乐天女孩爆买道琪周边商品 图 天桃园球团提供乐天女孩在道琪球场大开眼 忍不住跳起勇敢乐天 资深的导览员竟认出来 台湾的乐天女孩 特别留影和念 还希望透过乐球团人员向酒味谋面的郭红质问生好 晚间台 驻洛杉矶代表处季亲药处长进地主之意 宴请 对普维青和乐天女孩 季亲药处长表示 领对创 的棒球娱乐是世界性的 南加州近20万台湾同胞 喜欢棒球 这次一定很开心见到乐天女孩 感谢 天球团带乐天女孩 把最精彩的台式应援文化 给美国球迷 真的任务重大 更多的人会因此任台湾普领队也致赠技处长专属求一 象征共同台美人在美国加油